何彦诗去年和前唱片公司 约满后转型做独立歌手 继续另一个音乐旅程 近日何彦诗推出 回复自由深厚的第一首新歌 临日来他在不少平台上宣传新作 连录歌情况都和大家分享 希望给粉丝见到一个全面的何彦诗 我早起天也是在 我的社交平台 上面就发布了一个 我自己录音的过程的一个小片段 那其实我最常说的一定是我肚子很饿 因为我觉得虽然唱歌好像是很静态的 但是其实是需要很大的energy 所以我经常也会是很饿很饿 经常要叫外卖这样的 有没有想着 接下来可能要穿昏仑纱 然后就不要吃那么多这样 其实我就没有特别去想 因为我经常也会做运动 但是吃的方面真的比较少留意的 但是也注重就是吃一些简单的一点的食物吧 但是我觉得我结婚好像还没有那么快 所以不用减肥先 何彦诗的新歌是讲述追梦人的故事 为了宣传新歌 近日他就在社交平台上重温当年参加超级巨声的片段 看到又嫩的自己 何彦诗也说惨不忍睹 其实我那一次是看我自己十一年前在超级巨声的片段 那我很激动 因为我一直没有去看 我觉得自己以前唱不好就不想去面对 但是现在看回来就觉得其实自己以前已经很有勇气 那我觉得最梦是要这样的 做一些跟自己平常做的不同的 尝试一点新的东西才会距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 他有和阿菲儿一起看 就自己之前那个片段 我没有给他看 因为我给他看过我以前的一些相片 他就很惊讶 原来我以前是那么胖的 所以我就没有再给他看了 重头剧《法正先锋刺》正在热播中 何彦诗的未婚夫郑俊宏也有份演出 他当然是有支持未来老公了 最近有和他一起看《法正式》吗 有啊 就一定会支持 但是除了看了他的演技就是很开心以外 就听了他的歌曲《不要流泪》 我也觉得很开心 因为他的这首歌就跟平常有点不同 而且在一些好像感情线的时候会播嘛 那我就每一次听到也会跟他说 要留意一点了这样